还知道我另外一个身份 我们是全民共振的发起人 这是我们全民共振的另外一个发起人 全民共振发起的时候 他上在国内 因为他也是国内推墙运动的 最重要的一个推手 一个推动者 我认为关于六四 我们的印象 我们的记忆 不再除了悲惨和我们的痛苦 或对中共专政的这种 痛恨和这种愤怒 但我认为我们发起一场 全民的反抗暴政的运动 是对六四身不生还者 和六四英灵最好的这个纪念 我希望朋友们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次全民共振 大家各用各的 就是出钱出力 也好用各自的这个方式方法 都可以体现着我们全民团结 全民一起反抗暴政的这个意义 大家好 我是周春光 刚才会议之前 听到那首 Do you care people sing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我情不自禁 失了眼眶 我就一直在想 我到了美国以后 我经常的拷问自己 我做了什么 我是否还能做更多 我做的这些 是为了满足 满足自己的这种态度和决心 还是真正对中共 暴政摧毁它 有实际的作用 我在墙内的时候 因为我是全民共振的共同发起人之一 我在墙内的时候呢 和我的这些小伙伴们 进行了大量的地下组织的组织工作 今天在墙内 已经形成了大大小小各地的 反共小团体 他们隐秘的一直在联系各种维权团体 反共人士 民运人士 共匪 是这个世界上 有史以来 最邪恶的政党 没有之一 反共的历程 今天已经走到了尾声 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发出一个倡议 共匪的倒台 一定是颜色革命的结果 放弃所有共匪自己良心发现 主动开启改革的这种幻想 组织墙内的民众 一起加入到全民共争的这个运动中来 一起走上街头 推翻中共 铲除中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